陆寒和关晓彤公布恋情之后 他们的感情状况就一直备受大家关心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他们的恋情开始之时 或许比公开的时间要早得多 甚至陆寒还在综艺节目里当着常驻嘉宾 配合着节目组和迪丽热巴吵着CP的时候 就已经和关晓彤秘密恋爱了 只是为何陆寒已经有对象了 却还要与迪丽热巴吵CP 这里是呱唧娱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吵CP的陆寒背后的故事 2017年杨颖为了照顾孩子 选择了暂时退出节目录制 而迪丽热巴代替她成为了 这一季节目的常驻嘉宾 在节目播出的片段中 她和陆寒偶像剧一般的互动 立刻收获了一大波CP粉 节目组也没错过这个热度 立马将两人包装成了陆地夫妇 而他们的三大高田明场面 到现在还让很多网友念念不忘 首先就是在浪漫的大理 他们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像一对新人一样被大家推到花车上 坐到车上后 却又不敢和对方对视 犹如一对彼此爱慕却羞于其耻的恋人 接着就是两人互聊拼心律 为了不让自己输 陆寒和迪丽热巴展开了互聊 除了近距离的对视之外 还有聊头发 摸耳唇 捏鼻子等一系列亲密举动 也正是这个环节 让很多观众都觉得他们能够牵手走到现实 最后就是两人意外撞了个满怀 当时的陆寒准备偷袭迪丽热巴 结果警觉的迪丽热巴迅速转身 恰好跟冲过来的陆寒撞到一击 看起来两人就像抱在了一击 而这场意外却像是命运的安排 格外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在陆寒公布恋情之后 两人的甜蜜过往 在CP粉眼里都变成了人工糖精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 陆寒和关晓彤的关系 在2017年4月14日的那期节目中 就已初见端倪 当时的关晓彤和陆寒并不是队友 可是关晓彤解答出方程式之后 陆寒却和他机长庆祝 最关键的是 两人抬手的时候 竟然戴着同款手镯 而这款手镯 陆寒早在2016年11月15日 宣传电影《长城时》就戴过了 之后没几个月 关晓彤在录制《天天向上》时也戴了 同时两人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 在同一地点拍过同样角度的照片 巧合多了 大家也开始怀疑 这真的是巧合吗 甚至陆寒在公开恋情后 还发了朋友圈 而他在节目中的搭档 杨颖留言评论 你终于可以晒女友了 陆寒回应 也是不容易 经过解读后就是 杨颖等人早就知道陆寒和关晓彤在一起了 直到现在才可以晒女朋友 两人也是很不容易了 这样一来 大家纷纷关注起了那期节目 关晓彤在节目中也并不是毫无波澜的 最起码在面对陆寒和迪丽热巴的互动时 他的表现就很不自然 当时的节目组安排迪丽热巴和陆寒一队 于是 俩人为了队伍的胜利开始疯狂表演 但是当镜头扫过关晓彤时 他却显得有些落寞 在最后的环节中 每个队都需要展示自己的商品 迪丽热巴和陆寒所在的队伍 拿到的是面具 热巴戴上面具就来了段舍舞 毕竟他有着少数民族的特点 身上的抑郁风情让现场的嘉宾们都看呆了 陈鹤也被惊艳到了 同时他还用了自己的余光 看了一下关晓彤的反应 现场的气氛都十分热闹 可是关晓彤的脸色却非常黯然 看起来丝毫没有被这欢乐的气氛感染 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而陆寒为了给队友造势 也跳了一小段舞 连邓超都不由地加入了这场舞蹈 和热巴配合默契 可以说 迪丽热巴展示面具的过程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而关晓彤也不甘示弱 拿着他们总需要展示的大扇子就出来了 充分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 把扇子看成是唯秘的同款道具走起了替台 但这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秀场 气氛自然是没有刚刚的活跃 只是此时的关晓彤为了晚尊来了一句 咱们重点在于展现小物品 不刻不及抢了小物品的风头 节目结束的三个月后 陆寒和关晓彤正式公布了恋情 陆地夫妇的营业也到此结束了 但是作为陆寒曾经大热CP的主人公迪丽热巴 在节目期间被他的尾粉攻击得挺无完肤 承受了众多谩骂 在结榜之后依旧被问到了陆寒相关的问题 记者先是询问他喜欢的男生的类型 但是迪丽热巴的工作人员显然不想回答这类问题 立马打断了他们 我们问跟产品相关的问题 而热巴则是在一旁保持着微笑 不过记者也不是那么好打了的 坚持不懈地问出了 私下里有没有给陆寒送祝福这类问题 工作人员也没有给他们面子 直接结束了采访 没有问题了 我们结束了 迪丽热巴面对这些问题只说了两个字 谢谢 可见两人组CP并不开心 只是陆寒为何明明有女友 却还要和迪丽热巴吵CP呢 或许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 而是节目组在搞事情 当迪丽热巴第一次出现在节目中时 节目组为陆寒准备的任务 就是拥抱他一下 当时两个人都挺青涩的 只是礼节性地抱了一下 可是播出的内容却配上了浮夸的特效 故意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气氛 而节目之前 遭受过同样事情的郑凯 也曾对陆寒和热巴的CP 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这可能是节目里的一些剪辑 呈现出来的效果 但是节目就是节目 这也说明了节目组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如今的关晓彤和陆寒收获了无数祝福 也不止一次被爆出两人的好事将近 迪丽热巴也在自己的工作上发光发热 被更多人所看到 希望他们之后的生活都能够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同时也希望所有节目都能够拿出自己的竞争力 而不是靠炒作热度赢得收视率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的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